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由王宝强主演的科幻电影《不可思议》 宝强开车送货途中被陨石袭击 陨石将它砸阴,一车祸也不幸遭殃 飞出一颗球,哎,你没猜错,这颗球就是外星生物 球为宝强进行了医治,随后便躲进了宝强的电脑里 虽然宝强大难不死,但车上的货全毁了 老板兼好哥们也是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而且车也是他开的时候坏的 宝强只好用自己的钱来解决 一直合作的老板娘晚上来还他的卡 还给他女儿买了一条裙子 谁知宝强一听这话就躲进了厕所 原来女儿早在三年前出了车祸 不告诉别人只是想还有人觉得女儿活着 晚上宝强看着电脑里的女儿 电脑却突然产生了一个漩涡 将外界的东西吸了进去 宝强将玩具车放进去 立马出来了一辆纸片车 宝强一试探,纸片车立马变成了3D车 这时他发现了外星球 外星球来自2B星 吸收了宝强的血所以成了他的宠物 恰巧老板娘上门找他理论 觉得他女儿的死和货会出问题 全是他自己做的还非赖陨石 为了证明他没错 宝强带着老板娘体验了一把纸片车 老板娘这才相信有外星人 老板娘让球给他弄了一个店铺 宝强害怕会出问题 把电脑给砸了逼外星球出来 却被外星球以治疗他的暴躁为由垫了一顿 宝强假装带他出去玩 把外星球装进瓶子里扔掉 半路上外星球又跑了回来 老板娘怀了前夫的孩子 想孩子想疯了的宝强决定帮他养孩子 但老板娘还是打掉了孩子 两个人的关系却从水火不容变的精进 外星球还为了撮合俩人将他们的衣服变美 与此同时 好哥们也被高利贷逼到了绝路想自杀 宝强去救他 却和他一块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 外星球把俩人变成纸片人 俩人才不至于领便当 谁知好哥们看到外星球后想把他卖掉 宝强也觉得有外星球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外星球回放了三年前宝强女儿死的场景 为他找到了三年前女儿死亡的真相 再次见到女儿的宝强舍不得卖掉外星球 很快放高利贷给好兄弟的大鹏 就把老板娘和好哥们抓走 并威胁宝强交出外星球 外星球吸了大鹏的血后变得异常邪恶 力量也比原来大了很多 大鹏用小球攻击起人 宝强为了救老板娘将球吞了进去 没想到小球竟然和他进行了结合 宝强的手臂开始变异 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怪兽 最后成功地解决了大鹏 宝强去幻境中见了女儿最后一面 最后怪物化作女儿的幻象消失掉 宝强也成功地活着回来和老板娘在一起 如果要说人类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应该就是情感吧 有无到有只需一瞬间 但想要忘掉却很难 所以趁拥有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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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导